从初中被数码产品种草 到高中大学一有空就翻看科技资讯 或许男孩子天生就对这些做工精致 又富有科技感的东西无法抵抗吧 即便当时常被空不溜溜的口袋打败 很多东西也都是看得见摸不着 但那些热度很高的新品发布会我都会追着看 自己买不起 那就盯着数码去UP组的视频呗 有时候一个人看着这些视频 还会不由自的傻笑呢 大学的时间很快 转眼就毕业了 前途的迷茫和未来的不确定 让我好几个月晚睡不着 毕业前的某一天 我想与其漫无目的的投减力 是不是我也可以走到镜头里面 成为一名把体验分享给大家的UP组 然后试着把兴趣和爱好变成面包 甚至蛋糕 但你懂的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人比我们看到的要大得多 我想象中的UP组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数码装备可以鼓倒 没有压力 灵感来了就做做视频 然后约约朋友吃吃美食 然而现实中的UP组 不对 严格来说我还只是一个准UP组 早晨收起晚上没写完的稿子 背上背包到楼下买个早餐 然后骑着共享单车去挤地铁 如果遇上临时有热点需要跟进 在地铁里改稿也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回到宿舍吃完外卖 拿出电脑继续缸 不许有人会问 怎么拼 明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还不趁早改行 因为努力奔跑 莫能停下 也因为自己喜欢 而且现在的我并不是一个人 虽然朋友们的本职工作都很忙 也总有争论不断的时候 但面对一款又一款 在我们眼前一亮的新潮数码产品 我们总能协调一致 然后共度难关 把微笑留给未来 有人把我们这种拥有多重职业 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人群 叫做斜杠青年 可我们就是乐此不疲 纵使前途还有很多愁愁迷茫在等着我 但我依旧愿意用最饱满的热情 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视频交本给你 准备开拍 哈喽大家好 我是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台联想小新Pro13 另一位陪伴在我成长之路上的小伙伴